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先生我给你打听 你知道最近有一什么新闻吗 这个浙江有个梁祖这么一个地方 梁祖好像还是出土一种 出土一股玉气 一股玉气一种文化 梁祖那这几天炸了窝了 你知道吗 就是说一个村里啊 从一个也不知道是留言开始 说有一家人家庭主妇挖着了一个瓶子 说卖10万 当天你知道吗 全村三四百号人呢 就是老少一起妇孺 就在村里泥浆地里 现在就挖呀 那个政府啊就拦着就解释不住啊 就挖挖挖 也给真的 因为他确实是那个地方嘛 都挖出一些个碎瓦片 你说你想到这种啊 你就觉得太想致富了 是吗 是这个人我我有点迷信啊 我老觉着我听他们说呀 这是就是说中华民族啊 这个刨饭掘墨 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就现在所有这个村 所有个古坟有个古墓 全挖了把这个棺杆弄的满地都是啊 哎我有点迷信 我说这玩意儿 照中华民族古代的这个信仰来说呀 这会遭报应的吧 是遭报应的 你看他们说这种在天之灵啊 有什么负能量啊 你知道那个宋代啊 就中国这个考古界的鼻祖啊 这个人叫吕大林 听说吧 知道这个人吧 那么他的祖坟呢 最近呢被挖盗挖 等抓住这盗墓分子呢 是他第二十几代孙 真是刨祖坟 别人真是孙子 对这孙子真是刨祖坟的 还姓吕就是他们家族的人 因为他们家族就是从宋以后 一直就在那没离开过 等破了案以后 那真是这个太不讲孝道了 你咱就算你是挖墓的 你也犯不着挖自己的祖坟 但是就是因为没有信仰了吗 大家都不相信了 什么都不相信 他也不怕 是吧 按理说你挖祖坟 不让你有心理障碍 这是 是 我觉得这真是红了眼了 我觉得就是 所以这是说到信仰 我们国家有的部门 也有见于此 要弘扬 但我发现咱们国家 好多机构 他要不出事 我就从来不知道 还有那么一个组织 你比如前一阵什么 选什么脊梁 什么国家脊梁 我才知道还要这么一学会 就是你看最近我发现一新闻 原来我们有一个中国伦理学会 词校文化专业委员会 好像经济百花奖评委 昨日启动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 计划在五年之内要培养一百万孝子 他们微博上就有人说了 感情除了这一百万其他的都是忤逆什么都不孝了吗 对他是这样 就是他其实这有一个问题会出现 就是当社会形成一个巨大的文化力量的时候 你做什么都是徒劳的 因为我做过这个试验 那个那个就是儿子小时候啊 我就拿他做试验 就是中国人 你怎么跟李扬似的 对啊 我也在想这事了 对对 拿他做试验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小时候从来我没说过我爱爸爸 我从来没说过 你说过吗 没有 我们不说爱这个词 你张不开嘴 你跟你爹说爸爸 我爱你 你说不出来 你不会的 但我们电影上老看西方人在说 对不对 那么呢 我就开始拿儿子做试验 我就说儿子爸爸爱你 然后呢 我就说我爱爸爸 对 我就让他说 他说我爱爸爸 他会学 然后就说说说 这个呢就是一直在坚持着 但坚持到什么时候出问题呢 他小学四年纪有一天 他在床上躺着 脸冲天我趴上去 我说儿子爸爸爱你 他说你少来这套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跟社会的文化 发生冲突 他已经辨识到社会文化 不是这个状况 对不对 你这套 你你你肯定是他们拿我开涮 是不是 哎 不是这个 他的感觉发现 他才四年级 那四年级 按照现在说十岁的孩子 他已经能辨识你这套 跟社会这套文化是冲突的 我觉得现在所谓笑这件事 特别难进行 就是可能我觉得这是发自于人 最基本的感情 但现在要拿出来说 就是你不觉得现在的人跟以前的人特别不一样 以前我们要考量一个人的道德水平 我们要证明这个人好不好 你可以有隔壁大妈 张大妈李大妈 什么王大姐来证明说这孩子是个好孩子 我们村里头从小看他长大 怎么怎么的 现在没有这一套所谓监督制度了 也不是制度吧 监督的这种氛围了 没有了 过去社会也没这套制度 社会只有一种文化 对 文化它形成一种自发的制度 就我们假设它是制度 就你说张大妈李大妈 这是自发的 谁也没逼着他往前走 就是一种氛围 对 那么这种孝道 中国人非常讲孝道 过去一说这孩子的一个最高的褒奖 就是说这孩子很孝顺 对不对 对父母对长者一定表示一种尊敬 那么我们一百多年的这个时间 对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破坏 尤其对孝道的破坏 我们今天等于深受其害 大家感受到对我们的伤害以后 才开始出现这样的事情 就你说做工程 这个工程是一个很笨的方法 我认为这种工程很难成 工程 对 最近中国人喜欢搞工程 对 叫百万孝子工程 对 前一阵乔布斯死了 有一个城市 就还是也是推出 要培养什么多少万个乔布斯 这就滑稽了 这连这事都赶不上了 这培养一百万孝子 所以我觉得中国这个孝道 那就要重新提文化 我们如果是工程 那就把孝道提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工程当中 可能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 你不觉得现在大家都特别着急 特别快 就比如刚才我说的 以前咱们需要个从小长起来 然后周围邻居对你的一个认证 现在不是都讲认证吗 说这个孩子是个好孩子 我看他长大怎么怎么地 他做过什么好好事 现在不是 大家出来都是陌生人 对吧 没有邻居 没有什么 咱们没有后面原来的一个 所谓的推举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不叫制度吧 反正一个传统 没有了 大家出来 我要首先要亮明身份 我是谁 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能干这活 我得特别快的速度 让你记得我 让你认可我 所以就把很多东西 以前的所谓的那种漫长的 一种东西没有了 我前段时间跟一个武侠小说 就不飞烟了聊天 他说以前的武侠小说 最注重的是什么 你是哪个门派的 什么宗 什么派 武当派 对对对 然后你的老师是谁 对吧 甚至是你的家传是什么 现在武侠小说不讲究这个 一出来亮相 然后使两刀 我怎么就自己 我独闯江湖 我怎么就成了 就是谁魂 谁是王 对 要的是这个路数 而且越是这样 就越受青少年喜欢 你还搞以前那种什么 认门宗 认派 认什么祖宗那一套 没人要看了 我这个还非常感谢 李爱给我普及现代的 武侠小说的精华 那这非常可怕的事情 太可怕了 那么就是玩魂的谁都会 谁还不会玩魂的 我们小时候玩点魂的 还不行吗 动物世界了 对对 现在问题是文化的形成 就要制约你玩魂的 就是这么回事 我们过去就是说 我们的就是这个这个 江湖文化形成的 一定是要有有派别的 有道的 你是哪儿的 一定要说清楚 如果你说我就是一魂男 那早当场就给你灭掉 对不对 对 我们今天提倡什么样一个文化呢 孝道非常重要 孝道不是说 我们简单的理解 就是说我看电视上说 一万个人给妈洗脚 不是有这事吧 对吧 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行为 这是孝道中的一个具体的行为 而不是要通过这种事情 具体的事来推这个孝道 孝道是全民族对自己文化 对自己的长者一个尊重而已 我们今天因为很长时间 不尊重我们自己的文化 所以孝道跟着就丢失了 对我觉得是好像咱们进入了一种准动物的状态 就是文化要是铲除了或者过去的一些讲究 教养没了之后 人就是很简单的趋利避害 跟动物没区别 跟动物没有什么那么区别 做对自己有利的事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 我也觉得要怨还得怨社会 我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今天社会很多时候内心是很冲突的 你比如说中国古代孝道 师道都是类似于中国人宗教一样的东西 而且我们自有我们的一套道理 比如说过去说当官要举笑脸 孝顺大孝子就能当宰相 能当总理了 他有他的一番道理 比如说孝顺的人 他格外能够白忍成刚 老人说的不对 他都不能生气 是吧 你看咱们讲父母官 但这个也会出现 真的是把国治理的跟家一样 而且我们说这是立国之本 过去中国文化 但是后来咱们发现西方这国人治的 好像也不错 这就我就心里产生一个困惑 另外再者说你看 这个孝我最近有时候想 中国人讲的很多话 很有体会 就是人性久病床前无孝子 你有的时候你心里你很在流泪 可是你又不得不想到这句话 这句话不简单的是骂白眼狼的 而是人当中 人的生活当中很多无奈 比如说跟我装电脑的一个小孩 80后的 今天就跟我聊 他就说我们是买不起房子 说现在做 他说生80后的父母 他说最倒霉的 他为什么 不但吃不着孩子的 你怎么也得给孩子买一套房子 他父母也说我们夫妻俩 还得留点钱养老呢 我们就是这钱 就跟只能给你买个房子 帮不了你别的 然后他将来成了家 你也不能指望他去养他的老 因为独生子女 他们夫妻俩要对4个老人 养老送中 你知道这个老人的病 如果是马上就过去了 其实还是个幸福 是个幸福 当年缠绵病大 尤其是需要长期陪护 这种普通收入家庭的年轻人 他得上班 而且现在夫妻俩都要上进 中国社会的压力那么大 在单位里就竞争那么激烈 回家 你说他脾气 有时候咱们看到有些 对父母说话不尊重 可是你要全方位的去想 所以我就说也愿社会 我妈妈曾经跟我说 就让我特别心酸的一句话 她就说 她说妈也帮不了你什么 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把自己身体搞搞好 以后别成为你的负担 我就心里头特别难受 听这话 我说我没要你帮我做什么 你也千万别想给我留什么 你就有多少钱 你就滑去享受 不够我跟你偏 但是他说这话 就是代表了现在这个社会 很多家长的心理 现在咱们都说拼爹 对吧 咱们出来社会混 如果就是特别是那种 就是大家都是同一水平线的 如果我要混得更好一点 那我得有个特别牛的爹 什么我爸是谁是谁 啊 什么我们就要拼爹 你没爹可拼的时候 你就得靠自己 当爹妈的也会觉得 特别对不起孩子 你看我也 看我也照不了你 我帮不了你 所以你说这笑道 怎么这拼爹 那天有个新闻吗 不就幼儿园 小朋友们在拼爹嘛 拼拼拼不过 回家跟妈说 妈咱换个爹行吗 有这事 不是我看最近拼爹的 都没拼出什么好下场 就变坑爹了 从拼爹变坑爹了 没错 它是这样的 就是人类在文明的进程当中呢 孝道呢 是区别于动物的一种人类的行为 动物是不尽孝的 因为没必要嘛 你狮子 把小狮子养大了 一轰走你自个活着去 就终身不再见面 那么人呢 他要学会这个怎么去赡养老人 他就形成了一个 巨大的一个社会问题 尤其我们今天的社会问题呢 是因为人人口 我们是我们说过这个人口问题 对人口过多呢 他把本身个人化的问题 他社会化了 比如说我们今天有敬老院 嗯 有养老送中的医院 就专门干这事了 这医院基本上进来就甭想 甭想出去了 甭想好好出去了 对不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人与人之间 尤其亲亲之间 再加上社会的巨大的压力 确实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现在的年轻人 中年人要承受社会巨大的压力 要竞争 是吧 我们过去反而 想了想我们过去还真是不怎么竞争 就是大家混日子 对啊 对吧 那今天呢竞争呢 在这种情况下 他有时候迫于无奈 就降低了他的所谓尽效的标准 嗯 对 实际他内心 呃 其实我就发现孝啊 用不着这么道德 对没错 就每个人心里有 他是来自内心 最基本的感情 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说 呃 甚至你有时候会觉得啊 为什么要让我们处于这种道德困境 自我谴责 很多人都呃自己谴责 你比如说啊 我后来发现啊 在西方社会啊 嗯 好多事啊 这个社会机制给解决了 嗯 比如说医疗保险 或者说人家即便是有个养老院呢 人家那个养老院 非常好 能替你做所有事 对 咱们你知道像在我们老家那地方 你把老人说送养老院呢 对 这个老人觉得很没脸呢 就家里孩子不孝顺 嗯 才把我送养老院 他觉得那是那是那么一个地方 嗯 所以你看我就老说 中国实际现在形成了一种什么呢 实际上是家庭医院协作制 这样的话呢 你知道吗 这个家里人呢 中国人心里也有孝心 可是你说你照顾多少算够呢 你讲了你的这种切身感受呢 你能看出上一代人 还是尽最大的努力去尽这个孝道 嗯 那倒是 对 这一代人现在没这个概念 没错 没这个概念 有时候呢 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进孝道呢 有时候不一定是到临终的这种关怀 嗯 是平时生活中 嗯 比如你有时候问父母一句 觉得怎么样最近啊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就是尽孝道了 而他有时候只是需要你一句话 今天的人呢 普遍生活水平都比过去要高很多 就生活状态 不管他是健康状态 还是非健康状态 非健康就是进入医院 对不对 人家你你就是不去 也会有很好的医务人员去照顾他 健康状态 他就是在家 他有时候是情感的一个孤独 你说的对 这个孤独 我也不知道 就是说我就觉得这个 就怎么就造就了我这么一个人啊 我就经常的这个觉得我高度自私 就是真的 你想起来啊 早晚有你后悔的一天 就是哎 就像你你 马马马马先生说的一样 我能不能多给爸爸妈妈打电话 这是多说两句话 当然可以 但是我无数次的 我怎么觉得我这么自私的 就是说怎么就好像觉得跟父母啊 就是找话没没话找话说 就是要没话找话说 所以他 然后就后悔 你想到今天 我妈妈不能说话了 我再想跟他说话 你只有后悔啊 对吧 可是你想起来就觉得 我就觉得为什么老师 会有一种自我谴责的境地呢 你你你不觉得就是说 包括我们小的时候 就像我身边的朋友 我们小的时候 父母总会说 你看隔壁家的谁谁谁 你看看你啊 然后而且我们读书的时候 爸爸妈妈也绝对不会说来找我们说话 就那种教育的氛围到到长大以后 反过来 我就发现我的同学 我身边朋友会说 你看隔壁家的爸爸妈妈 他帮他们找什么工作 搭什么桥什么的 你看你们就反过来了 你明白吗 那种感觉 然后而且就是因为小时候形成了说 爸爸妈妈给我们的这种感觉 就是说你以后你如果你想以后过好日子 你现在就必须好好学习 什么娱乐你都给我尽了 包括感情的交流 正常感情交流不许 对 因为你现在必须把所有的投入 都在你现在读书也好 干嘛竞争这件事情上来 好 等我们长大以后 我们就不会了 对 这个实际是父母也有问题 就是就是这确实也是 很多父母啊 他也是时代造成的 就他不懂 就像你说的父母小时候 我们尤其是我们的父母 哪有说跟孩子说 我爱你亲一亲抱一抱 对 我们都是感情交流 这些个情感交流的呀 对 他所以在文化的这个长期破坏 就破坏当中 每个人都是这个文化的一个分子 他所形成的文化概念 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 我们接受上一代人 就是革命极为亲情 对不对 对 是不是 过去我看过一个 一个一个小杂文叫中国人的爱情 他说呢 中国工人的爱情呢 是整宿的跟妻子谈技术革新 农民的爱情呢 是整宿的跟老婆谈改良土壤 至于党委书记的爱情 就是老婆有病千万不要回家 他就写的很挖苦 这就说明了就是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搞坏了 是是是是 正常的人轮关系没了 我们过去的人轮关系是 过去说三纲五常 五常就是五轮 五轮关系是维基社会的一个基本保证 而且是最正常的人的一个 一个心理的反应和需求 对 都给格式化了 我们这个社会的人轮关系 因为我们生活中只是有大约三类人 第一类是亲人 第二类是熟人 第三类是生人 我们在这个三个人之间的关系中呢 搞的一个平衡 对不对 你亲人怎么相处 熟人怎么相处 生人怎么相处 你每天都遇到的 无非就这点事吗 对不对 你跟生人怎么去相处啊 这谁也不理吗 不可能 因为你天天要跟生人打交道 你不可能天天跟熟人打交道 你跟熟人就每天都过年大辈 无话不说吗 终于有一天说 你那熟人说 你还干的什么事啊 再跟你说出去 上网上去了 给你挂网上去了 对不对 所以掌握怎么样一个度 这都是今天处事的一个技巧 所以这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咱们这个亲情这根弦啊 就是很早我记得就不大提起 对 当时讲的是为了一个什么伟大的 更大的一个价值 一个目标 一个目标 我们可以六亲不认的 对 甚至可以可以这个告密 对对吧 对 就是甚至就划清界限 都可以 大一灭亲 大一灭亲 咱们先去上广告吧 枪枪三远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我去发现都是有鉴于此 前一阵什么有鉴于这个小月月啊 咱们这又要当会要立法了 要就怎么着要弄得道德崩溃了 是吧 在他这个要培养一百万孝子呢 我觉得也是最近有点感召 说深圳不是有了一个公务员吗 打他爸爸 打他妈 咬了一口 咬了一口 对对 咬了一口 这动嘴了 对 然后当然就痛哭流涕 把他妈给轰走 痛哭流涕去这个道歉 中国还有一种父母关系 我就觉得他这个程度是很恶劣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着 要不说你看我检查我自己啊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小的时候 我爸爸妈妈呀 腰就是太性格软弱还是无所谓 弄得我们这个孩子啊 跟他们说话呀 习惯不客气 就不是没有感情啊 很爱父母的 但是呢 好像这个东西就是习惯了 这真是有的时候你听起来 也像是呵父骂母 对对对 他是一个习惯 另外一个呢 他是在整体社会的一个框架之下 每个人的行为都做不到 做不到我们想象中的那个良好状态 所以就是包括我们自己就反省自己 我们对我们的父母 跟他们对他们的父母 那比较起来我们差很大一块 那么现在我们的子女对我的时候 比如我儿子跟我 我儿子是这样 就是我老师他一见我说爸什么的 我说有事求我吧 就平时如果爸不搁的钱头 那基本上是没事求你 是吧 我之前看了一个新闻 就是类似于这公务员的 他是讲一个什么 现在在一个特别著名的学府 但是年纪很小 但是是小神童 反正好像才20岁吧 就已经拿了什么博士学位的 然后跟自己的父母说 反正这个我现在到今天 这个读博士是你们要求我的 你必须要在这个城里给我买一房子 对 中国是最小的博士 对 对 是有这个新闻吗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哎呦 这孩子所有的人都骂这孩子 但这孩子特别理直气壮 他觉得自己占理 他说我今天那么辛苦的读博士 不是我想的 是我父母想我这样的 既然我已经达到了你们的要求 就有点像个领导 要要东西似的哈 你看我都达到这个指标了 你是不是应该发我奖金啊 我拿了冠军 你得分我套房 没错没错 意思是说我给你争脸了 你生我养我 不就是为我让我拿这个奖吗 那我拿了 你给我买套房子 这跟咱们国家的奥运运动员是一样的 是吧 我不一定喜欢这个 是你们让我 呃 永多金牌 弄得我浑身还很疼 对 弄得我还很疼 我我现在得到了 你不得给点补偿吗 哎 所以现在父母可能 现在要让孩子先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哎 你说的是 另一方面也很有道理 我觉得中国这个 还换书的这一套啊